各位好,今天我拍的影片是想跟大家做一次皇家音乐学院Grade 5 Music Theory的Sample Paper 这本Sample Paper就有点特别的,跟我们平时做的有点不同的 原因就是因为皇家音乐学院就打算将Grade 1至Grade 5的Music Theory 改做Online Exam 其实他们一直都在研究Online Exam 不过就因为疫情方面,所以他们就加速了这个行动 在今年8月,他们就会进行首次Online Exam 不过就是UK 至于香港,他们就打算在2021年的时候,就会有Online Exam 这个网页,我稍后会放在Description那里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按进去 以及这份Sample Paper都在这个网页里面 右边你看到这里有4个PDF档 上面是Syllabus 去到第三个就是Sample Paper 而第四个就是Sample Paper的答案 那么我们就按进去上面,就会看到这份Sample Paper 有11页的 我和学生做过一次这份Sample Paper 那我自己就觉得 这个难度比以前多了一点的 原因是因为他有些问题 就没有以前问得那么直接的 就不是以前粗相同的事题就懂得回答 就是你要转多几个弯去想一想 去调题目究竟问什么呢 还有他有些MC,就相似度都比较高的 所以就要很细心地去做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一起做这份试题了 不过做之前就先说一声 这个视频是这份Sample Paper的提解来的 我希望你们对Grade 5的知识都齐了 只不过是做题目可能遇到什么问题 有这段视频大家就会容易明白多些 为什么这个对,为什么这个错 这里分开了7个大题目的 第一个就是Rhythm、節奏 第二个是Peak 就是有关音高级 第三个是Key和Scale 第四部分就是Interval 第五部分是Quartz 第六部分就是Terms 就是以前我们看到的提形 还有一些符号和乐器的问题 有关乐器的问题 第七部分就是综合练习 类似的 看份谱,然后我们就回答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如何防止学生在考试的时候出猫 我就没什么深究了 但是我看到他们也有说过 最初你是可以有一张 白色的图片 就是这样的 白色的图片 拿着它 在镜头上 就证明它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就可以拿了这张草稿 自己去写一些东西 那这一份呢 就以前 考试的时候 我都会叫学生背定先的 就帮我们回答题目更容易 第二个节目就是Rhythm 第一题 我们就直接来 就要写一个正确的时间记录 9、8、4、4、7、8 9、8就是这样 为之一拍 那4、4就是这样 为之一拍 7、8就是这样 那我们试一下这个 这个 1、2、3 那这里已经1拍 3个白分音符 1拍 1、2、3 这里2拍 这里1个白分音符 2个白分音符 3个白分音符 3拍 那就有3个 负点4分音符 就是Dr. Crochet 那答案呢 就应该是98了 第二题 这个是4分音符 Crochet 这一拍是Dr. Crochet 这一拍是Crochet 那我们试一下有多少个Crochet 试一下 这里是一个32分音符 那这一点 这一点就是这个的一半再一半 那我们先拆开这个 这个是一个Crochet 8分音符 然后这一点就是它的一半 那就是加了1个SemiCrochet 1个16分音符 那这一点就是再加 1个16分音符 32分音符 就是这个Dami SemiCrochet 这三个加密 就是这个Dami SemiCrochet 那我们就将它们合体 2个32分音符 就等于1个SemiCrochet 所以这个和这个 再加 就等于1个Crochet 那Crochet 加Crochet 就等于1拍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Crochet 就是4分音符 然后我们看看这一拍 这里有三连音符 三连音符 我们就算头那两个就可以了 就是2条尾 那我们取消1条尾 那就是一个Crochet Crochet 加Crochet 这里又是一个Crochet 一个4分音符 这里1拍 这里2拍 然后这个容易 SemiCrochet SemiCrochet 就等于1个Crochet 它又是一个Crochet 然后4个Crochet 1 2 3 4 所以它是4拍 4拍 然后第三拍 就是600 700和500 这个是8分音符 8分音符 我们用这个来计算吧 600的话 正常我们就会 这个为之一拍 不过呢 既然大家都是用8分音符做底 我们就试试数不数到6个8分音符 所以 那我们直接数吧 1个 这里2个加上 2 3 4 5 然后 这个是算前面2个 就是一个Crochet 我们用Crochet 2个Crochet 2个Crochet 所以 4 5 6 7 答案就是7 8 好 第一点2题 就是想你 将这个Compound Time 即是复拍子 就转成Compound Time Compound Time 转成Compound Time 4拍子 12拍子 就是Compound 4拍子 而转成Compound 4拍子 就会变成Compound 4拍子 它比起拍子好 就是Compound 4拍子 就是Compound 4拍子 那怎么做呢 平时做开也很简单 就是Compound 这样为之一拍 simple就是这样为之一拍 Compound 3个 simple 就会变成三连音 嗯 对了 那我们可以直接去看 这里呢 就三个百分音符 所以就应该变成三连音 这个又是三个百分音符 三连音 这个又把它变成三连音 最后这个呢 就取消了一点 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看 这里有一点就错了 这个呢 就对的 我们觉得答案是这个 那这个呢 就是这里留了三连音 所以就错了 答案就是这个 然后呢 下面就是填充了 填一个数字 66 66 就是Compound的 dupo time 就是福二拍子 它就有 六个十六分音符 就是 六个 Semi Quaver 那它这样为之一拍 就是这个呢 三个加上就是一个 这个 这个 有点的 就是负点的八分音符 它说 问有多少个 Dr. Quaver 那就答两个 而Breathe 就等于多少个 Crochette Breathe 是这个 配传音符 Crochette 就是这个 四分音符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Semi Quaver 就等于四个 这里 不得不够 在下面画 一个 Semi Quaver 就等于四个 Crochette Double Double 就等于 这样的话 乘以 即是八个 好 这一题 就想你 把它 Grip 得漂亮点 Grip 得漂亮点 分组 九四拍子 我们要知道它是 如何为之一大拍 九四拍子 即是 九个 九个四分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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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这样为之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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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compound time 它是一幅拍子 这样为之一组 就是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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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 如何 可以知道它是否正好 是否正好 圈一圈 看看它的圈 有没有overlap 或者是 圈不到 比如这个 1拍 2拍 3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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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跟后面的三个 重叠 所以这个位置 就圈不齐了 所以 固定就不适合 到这里 1个 2个 3个 其实它都圈到 为什么错 因为它们 既然同一组 为什么不把尾巴 一起连 所以这个就错了 因为这个就把尾巴 连 好 好 接着下一题 下一题 就是 挺有趣的 这个题型 我都没见过 就是 这里会有一些 屏幕 那我们就看看 它的屏幕 究竟做得对不对 3 4拍 这个 一拍 分清了 这个是 Semi 这一点 就是它的一半 所以也是 Semi 2个 加上 就是 Claver 有一条尾巴 所以 这个加这个 就是一个 Crochet 好 这个又是Crochet 这个是第三拍 这里加上 就应该 是 一个Crochet 的Value 看看吧 又是两个Semi Claver 加上 就是 一个 这个 又是 一个 Claver 它们两个加上 就是一个 Crochet 所以 这个是 对的 不过 这一个 我 有时候 会把 这两个 都加在一起 变成 这样的 不过 我见 它的答案 这个也是 对的 这两个 做法 也可以 如果你们觉得 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提出 接着 这里 四个Semi 即是 两个 八分音符 加上 就是 一个Crochet 这里 两个 八分音符 加上 又是 一个Crochet 就是 这里 一个Crochet 如果要拆开它 做三连音 就是这样 1 2 3 8分音符 3个 8分音符 Crochet 那 这里 这两个 就等于这个的话 它就应该是 没有了 这里 少了 少了 半 一半 少了一半 所以这个Rest 其实应该是 这样的 应该是 一个 Crochet 这个就错了 到这里 这里 一拍 然后 又是四个 Semi Crochet 这个Gripping 也做得很漂亮 一拍 两拍 三拍 这个就适合 OK OK